千百年来 人们认为拥有天下的帝王总会在身后把最好的东西带入灵 汉景帝统治时期 活力强盛 经济繁荣 但是汉阳陵的考古工作却发现 在目前发掘的外藏坑里 出土文物绝大部分都是淘气 几乎找不到金银珠宝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汉景帝和父亲汉文帝 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力求节俭 那么皇帝带头节俭的做法 以及他们推行的政策 给汉初的社会发展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盈 为您解读系列节目 汉景帝的地下王朝第十三集 节俭皇帝 这是一座历史二十八年建造完成的帝王陵墓 它是西汉第四位皇帝汉景帝留起的地下王朝 两千多年后 令人惊叹的地下陶勇军团 庞大的陶宿动物群等陪葬品重现世间 他们究竟带有哪些历史信息 陵墓中的一切是否就是汉景帝地上生活的真实写照 汉景帝同志时期是西汉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作为当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缩影 这个神秘的地下王朝能否为我们了解西汉初期的政治制度 公平隐私以及法律规范地打开另一扇窗口呢 杨林考古队队队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仁 以考古发现为您再现一段鲜活的西汉历史 系列节目汉景帝的地下王朝 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在人们的印象中 帝王陵墓陪葬的可都是好东西 因为帝王陵墓不仅仅是一个王朝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缩影 而且凝聚了他那个时代的物质和文化精华 更何况古人还讲究是死如是生 就说他对待死亡送葬就要和对待生前的生活一样 所以大家对于汉阳陵陪葬的这些东西 先就有了一个想象 那么事实是怎么样子呢 咱们先不说皇帝 就说河北满城中山王的这个墓葬里边出土的东西 根据考古发掘 中山王墓里边就出了金 银 铜 玉制的这个文物一万多件 著名的有金驴衣 长信公灯 错金博山炉等等 汉武帝茂陵的一座陪葬墓被认为是侯一级的贵族墓葬 这座墓有38座外藏坑 其中的一条坑里边就出土了陪葬的铜器 铁器的230多件 这个里边就有非常著名的六金铜马 竹节熏炉 这些文物可都是价值连城 当时的诸侯王和侯的墓葬就陪葬了这么多好东西 那么作为皇帝的汉景帝 可是贵为天子 是富有四海 他又会给自己陪葬哪些好东西 今天我就带领大家走进汉阳陵 搜寻汉景帝地下王朝的千年宝藏 我们先来看陵园外头的南区王墓坑 这一片一共是24座埋藏着陪葬品的坑 我们从1990年就开始 总共发掘了16座坑 在这些坑里边大量出土的是 按三分之一比例缩小的裸体陶涌 当然还有和他们配套的剑 锚 割 剑头等等这些兵器 另外还有小马车 这些东西都很小 也是按三分之一的比例缩小的 生活器皿就是一些陶罐 陶盆 陶壶 还有一些漆器 铜器 最后总算在编号为第二号的这个外藏坑里边 发现了一枚好东西 什么东西呢 闺扭金印呢 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车记将军印章 除了这个车记将军印章之外呢 我们找个搜寻 后来终于又发现了四个好东西 什么东西呢 四枚金饼 问题是这个金印和金饼 它是真金没错 可是你知道它多大 它只有指甲盖这么大 而且是小纸的指甲盖 那么除了这枚金印和这四个金饼之外 其他值钱的东西怎么就没有呢 是不是这个汉景地把好东西都放在了陵园里边的外藏坑里 汉阳陵的外藏坑主要包括南区外藏坑 北区外藏坑 王皇后陵墓周围的外藏坑 以及汉景地陵园里边 风土周围的81条外藏坑 从南区外藏坑以出土的文物来看 除了四枚金饼和一枚车技将军的金印之外 大部分是陶勇和兵器 以及一些生活器皿 而且还都是三分之一比例的缩小吧 北区外藏坑虽然目前没有发掘 但考古勘探的结论是陪葬品和南区外藏坑的差不多 那么在汉景地陵风土周围的81条外藏坑 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呢 经过国家文物局的批准 阳陵考古队发掘了风土东边的11条外藏坑 这个陵园里边 外藏坑除了13号坑 发现了满满当当的一坑 猪啊 狗啊 羊啊 这些逃速动物之外 其他坑里边 除了陶勇 还是陶制的那些坦坦罐罐的 铜器也就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件 甚至有些坑的大半截都是空的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你也许会想 该不是盗墓贼把好东西都盗走了吧 可是当年呢 这个坑底下是黑骨隆隆的 后来时间长了 坑塌了 被土填食了 这个盗墓贼即使打洞下去 也不可能像过筛子一样 搜刮的一干二净啊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 在陕西凤乡 发现了秦宫一号大墓 这座大墓呢 被认为是川丘时期秦锦宫的墓葬 这个墓啊 共发现了盗洞248个呀 可以说是被盗得满墓窗移 就这样 这个墓里边还出土了三千多件文物 预计就有上百件 秦始皇陵不是也被盗了吗 可是还是出了不少好东西啊 像元大的兵马俑 咱们自不必说了 还有两辆豪华的铜车马 另外啊 还有数量不少的元大青铜水琴呢 这汉景帝也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啊 而且他的那个时代 距离秦始皇那个时代啊 也就是五六十年呢 他的陪葬品呢 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 这可真是让人一头雾水啊 我推测啊 这个原因主要还是汉景帝 提倡节俭 例行博葬导致的 是不是这个情况呢 不管是史记还是汉书 都没有明确记载 倒是汉景帝的父亲 汉文帝的霸凌 史书里边记载了一些线索 当时的史书是这样记载的 说是汉文帝呢 在临终的时候 为了安排自己的后事 下了最后一道诏令 他说 致霸凌皆以瓦器 不得以金银铜锡为室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霸凌的陪葬品都用陶器 不许陪葬金银铜锡 等贵金服制作的器物 汉景帝呢 是汉文帝的儿子 而且他也像他父亲 汉文帝一样 是一代明君的 好皇帝啊 他的父亲既然这样安排自己的后事 他应该也会效仿他父亲的做法 搏葬 给自己的陵墓 陪葬的东西也都用陶器 不会陪葬金银珠宝之类的 这个呢 可能就是我们在汉阳陵的外藏坑里边 发现的文物 绝大部分都是陶器 找不到金银珠宝的原因 西汉皇帝啊 虽然受灵魂观念影响 也建造了陵墓 埋入了大量的陪葬品 但是这些陪葬的东西 都是只有原物的三分之一大小的替代品 绝大部分都是陶器 使用这样的陪葬品呢 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气度的 当然我们今天的人呢 都整明白了 死了死了 一死百了啊 人死了之后 其实什么都没了 所以呢 用我们现在的思想观念来想这件事啊 好像这有没有陪葬品呢 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啊 可是在当时人的思想观念中 这个却是大问题 这些缩小的陪葬品 万一在另一个世界 没有办法使用怎么办呢 那些小车小马不能撑坐怎么办呢 还有那些小勇 不能侍奉保卫皇帝 又怎么办呢 等等这些问题 如果出现了的话 那皇帝的生活可就抓下了 我想这些问题 肯定会困扰西汉的皇帝 因为作为一个正常的人 他们肯定也会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 在那样一个时代 做出这样的选择 非常不容易 从汉文帝到汉景帝 两代帝王崇尚节俭的做法 在他们的陵墓中都有所体现 在节俭这个问题上 汉景帝深受父亲汉文帝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 汉文帝被称为最节俭的皇帝 那么他在日常生活中 节俭到了怎样 难以置信的地步呢 他这么做和当时的社会背景 以及社会风气有什么关联 皇帝带头节俭 给整个王朝又带来了那些影响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仁 继继续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汉景帝的地下皇朝 汉景帝和他的父亲汉文帝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汉文帝说了 玉为省牧凡民 我这样做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节约 避免老百姓增加税府摇曳 汉文帝汉景帝他们 对自己死后的安排力求节约 那么他们生前的生活又是一种什么状态 汉文帝继位的时候 虽然汉王朝经过了将近三十年的发展 经济状况有所好转 但是这个情况呢 也仅仅是相比汉出人相识的惨状而言的 当时也就是百姓能够吃饱肚子 国家和老百姓的手里边 其实是没有一点余粮的 可是就在这样一个经济状况下 社会上居然出现了奢靡之风 这股奢靡之风啊 首先是从那些商人那儿开始的 这些商人呢 他不种地不仿制 然后是一臂文采十臂凉肉 就说他穿衣服必须要有华丽的色彩装饰 饭菜必须是精米和好肉 而且城间侧肥 屡丝也高 就出行的时候 他要坐着俊马拉的豪车 穿着丝绸做的鞋 衣服长的都拖到地上了 还有的妇人更不像话 居然用绣着华美花纹的丝绸来装饰墙面 咱们现在都到了21世纪了 一般家里装修也就刷个乳胶漆之类的 经济情况好一点的呢 大不了贴个壁纸 可是2000年前的这些妇人 人家用丝绸贴墙 这个也确实太奢侈了 为了杀出这股奢侈之风 汉文帝大力提倡节俭 而且身体力行 率先锤饭 汉书就记载说 汉文帝身衣一涕 一涕是什么呀 一涕就是黑色粗厚的死质布 实际上就是当时的一种黑粗布 我们前边讲了 当时的妇人穿衣都是衣壁文采 衣服都是细软的丝绸 就这还不行 还一定要有华丽的装饰 可是汉文帝作为一国之君 作为至高无上的皇帝 他居然穿的是黑粗布 这实在是有点掉皇帝的价 您别着急 还有更掉价的 根据汉武帝时候的大臣 东方朔会议说 汉文帝身衣一涕 祖旅阁西 西是当时的一种木底皮鞋 就说汉文帝穿着黑粗布衣服 脚上是木底皮鞋 你也许会想 这皮鞋可是高档鞋 我们注意 这说的是阁 不是皮 阁是生皮 它没有经过柔制 很硬 再加上 那鞋呢 还是个木底 那穿着肯定是不舒服 我们上面提到 那些妇人 穿的是什么鞋 穿的是丝绸做的鞋 这个鞋软呢 他穿着舒服 可是汉文帝呢 作为富有天下的皇帝 他却穿着这样的一种鞋 就这还不算完 东方朔还说呀 积上书囊以为殿围 什么意思啊 汉文帝的围账 甚至是用大臣们上书的书袋子拼接起来的呀 这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呢 可是东方朔言之早早 他说 这个事儿啊 当世其老皆文见之 咱们古代称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为其老 东方朔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还健在的那些高龄老人呢 都曾经听说或者亲眼见过 这有人证啊 这可是真事啊 汉文帝不但自己生活简朴 他还要求官僚贵族也要节俭办事 西汉初年的时候 这些诸葛王呢 基本上都在王国 但是数量众多的那些猴却大多都住在京城长岸 他们的封地呢 都分散在全国各地 因此 每年他的封地的官员啊 都得派遣老百姓千里迢迢 给他往京城运送粮食 布博等等 吃的穿的这些东西 这个事情呢 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 还造成了大量的浪费 看到这个情况 汉文帝就专门下诏 命令猎猴之国 就是命令这些猴们都住到封国去 免得再劳民伤财 千里疏运生活资料 那些猴啊 在天子的脚下住惯了 都磨磨蹭蹭不愿意走啊 汉文帝为了打消这些贵族的侥幸心理 毅然免除了曾经剪除诸旅 福利自己当上皇帝的将侯周伯的丞相之物 让他呢 带头到封国去 问题是汉文帝的这些做法有没有用呢 太有用了 汉书记在说 天下望风成俗 昭然化之 你想啊 皇帝都这样简朴 那些大臣啊 贵族啊 谁还敢奢侈 上行下效 老百姓更不用说了 这样一来呢 这个社会风气就变得淳朴了 即便那些个商人他有几个钱 他也得撑着点 他不敢再显摆了 看下来他不是一个单纯地理名言 他实际上是一个整个汉代社会全面的写照 他完整的把西汉中央集权的这个体制 变成一条一条的外墙坑 通过这个反映当时西汉整体的政治结构 把文景实际的这个制度啊 应该是创造文景之治 或者创造汉代盛世的一个基础 汉景地应当说对文景之治的贡献呢 依然是非常突出的一个地方 今天我们在回望这个文景之治 虽然有很多可接见的地方 汉阳陵是一个标本 是研究理议制度的一个标本 社会结构 公庭生活 社会发展的水平都展现出 考古发现和历史原先记载结合起来 重新认识汉代社会 汉文帝和汉景地两代帝王统治时期 西汉国力由弱到强 政治清明 社会文帝 这一时期被史家称为文景之治 也是中国封建历史上的第一个治事 那么皇帝带头结构 给当时的西汉社会带来了哪些影响 这两位结构皇帝制定的哪些政策 又成为缔造文景之治的关键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盈 继继继续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汉景地的地下王朝 第十三集 节俭皇帝 汉文帝不但例行节俭 而且还特别注意堵住社会上的一些不良之风 他在位的时候 有一个人天理迢迢来到京城给他献马 说这可是一匹好马 他能日行千里 这么好的东西 只有皇帝才配拥有他 因此我就专门赶到京城来献个皇帝 按常理来说 汉文帝应该很高兴 老百姓这么忠心 有个好东西 首先想到的是要献给皇帝 这应该大大表彰才是 可是汉文帝 毕竟是一代明军 他当时就坚决的拒绝 他让把马还回去 而且还很贴心的给了献马的来回路费 就这个事 他后来专门下召说 朕不受献业 其令四方勿求来献 我不接受其真意保 不要让各地再来献保了 这个汉文帝的表率行为 当即就受到了效果 社会上的奢靡之风是大大收敛了 汉文帝上面的这些优良作风 作为他的儿子的汉景帝 应该是全都继承了 汉景帝节俭的势力 史书虽然没有具体记载 可是他有一篇诏书 我们从这就可以看出来 他说 雕文刻履商农事者也 锦绣钻组害女红者也 就说刻花镶嵌 工艺复杂的手工制品 废工废料 势必影响农业生产 刺绣编织 这种繁荣的衣饰也太耽误功夫了 肯定妨害桑麻纺织 农事商则积之本也 女红亥则寒之原也 农业和纺织受到影响 这就是积寒的根源 朕亲耕 后亲丧 以奉宗庙滋圣 祭福 为天下先 不受献 简太官 圣姚父 遇天下物农残 素有续吉 以备灾害 我现在亲自耕众 皇后亲自养残防治 用收获的粮食和支撑的布 供奉宗庙祭祀 以此为天下做表率 我也不受献 地方上 你就别整天想着给我贡献什么 奇珍异宝了 干好你的工作就是了 简太官 我们前面讲了 太官是皇帝的活管处长 简太官 就是缩减太官的经费开支 其实就是降低皇帝的伙食标准 汉景帝这样做的目的 是为了减轻老百姓的摇曳负担 使天下都能够齐心协力 发展农业和桑马纺织业 这样也就是国家和老百姓 都能有些积蓄 以应付天灾 我们从这片招数来看 汉景帝颇有奶腹之风 因此尽管史书没有详细记载 他的生活状况 我们推测汉景帝的意识 应该也非常简朴 皇帝带头节俭 使西汉时期的奢靡之风 得到了收敛 但一个王朝要达到盛事 只有节俭还远远不够 社会经济发展 百姓安居乐业才是长久之计 那么汉初的几任皇帝 究竟采取了哪些经济政策 使西汉王朝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 就在立国之初的一个烂摊子上 创造了一片繁荣呢 汉景帝的祖父汉高祖 在汉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 就让士兵大量复原 而且按照军功售给他们田宅 还召唤了流民 恢复他们原来的身份和田产 以扩大农业人口 促进农业的发展 汉景帝和他的父亲汉文帝 都曾经亲自耕作 为天下做表率 西汉的皇帝为了发展农业经济 是用心良苦 西汉在汉初实行的是 十五税一的填税制度 就是每亩地国家收取 收获物的十五分之一作为填税 汉文帝收取一半填税 其实就是只收了三十分之一的收成 汉景帝继位之后 为了提高国家的粮食储备 以应付栽荒 虽然恢复了填税 但是从此之后 确定了西汉的填税是三十税一 西汉王朝 为什么能实行这么低的税赋呢 我们推测 原因之一 应该就是皇帝带头力行节俭 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 减少宫廷用度 压缩政府开支 而且他们在身后搏造 简单的说 就是皇帝从自己这儿 尽量截留了 然后呢 他们又注重开源 抓住汉初社会的主要矛盾 促进农业生产 恢复社会经济 同时 减免赋税 让利于民 正是他们这种恢弘大度 使汉初社会走向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从而缔造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文景之志 好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一起到局岸 一座神秘的墓葬意外现身 这座神秘墓葬的发掘 能否为我们揭开西汉地灵陪葬墓制度的奥秘呢 明天的节目里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盈 为您解读系列节目 汉景帝的地下王朝 第十四集 和皇帝做邻居